早前在家中跌倒 头部受伤的工人党前党魁刘成强 在家户病房观察五天之后 昨天已经转回了普通病房 工人党今天发表声明表示 刘成强可能需要在普通病房留一数个星期 让身体康复 他的家人感谢各方的关怀和祝福 刘成强是工人党的前党魁 也是阿玉尼集选区议员 他是在上星期四在家中跌倒 头部受伤 送院治疗时一时清醒